有沒有想過,其實你的存在是很有意思的? 神很愛我們,祂創造我們,是給一個意思給我們的 祂給我們一個目的 祂愛我們,祂也給了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就是愛 這個愛是給我們有自由的選擇 不是勉強的愛 祂給我們有選擇去愛祂,還是不愛祂 但是當我們有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遠離祂 去進入一個很破碎的世界裏面 當我們遠離祂的時候 我們選擇以我們的聰明 一些智慧去解決我們內心的不足 這個世界好像很混亂很破碎 但其實我們的生活何嘗為呢 我們的內心仍然是很broken 很空虛,很破碎 在我們的裏面仍然是解決不到的 無論我們在外面做了些什麼 有些人覺得解決內心的問題 就是要賺多點錢 有很多不同的relationship 喝酒,吃drug,或者上班 很多做很多的事 去填補我們內心的空虛 但是呢 我們只是看我們這些外在的事 其實我們內心都是不夠的 仍然是很破碎 我們自己救不到自己 但是耶穌可以 所以神差祂的獨生兒子耶穌 江西 祂在這個世上 有一個完美的生活 祂告訴我們 怎樣去跟從 怎樣去認識祂就是神的兒子 我們本身遠離神 不聽祂說的 其實我們的代價其實是死的 但是耶穌為了我們 祂已經為我們釘死在十支架上面 然後三天之後復活 成為了這個世界的王 因為祂戰勝了死亡 戰勝了痛苦 耶穌是神,祂也是王 神給我們一個計劃 祂不忍心我們要被亂流 在這個破碎的世界裏面 所以祂說 只要我們去向耶穌 去承認我們的錯誤 祂說對不起 尋求祂的亂量 我們就可以藉著耶穌 回去跟神和好的關係裏面 祂也給我們一個新的身份 我們新的開始 新的生命 在與耶穌的關係 與神的關係當中 去連幫我們內心的空虛 祂與神有這個和好 完美的一個關係裏面 就算我們遇到痛苦 遇到困難 我們的內心仍然有盼望 有喜樂 那神呢 是想我們一個任務 不單止去認識到祂 亦都呢 當我們認識到祂的時候 我們呢 回到這個破碎的世界裏面 去把這個好消息 去告訴更加多 仍然在當中有困難的人 如果 如果你仍然 是 還未認識耶穌的 不知道 你是哪一個圈子裏面呢 你是否仍然在這個破碎裏面 亦說 你想願意 去尋求耶穌 尋求和神這個和好的關係 很簡單的 就是 只要你可以 去跟耶穌說對不起 尋求祂的原諒 求神 去原諒你 不聽祂說 做錯了事 求神呢 去進入 你的內心 去進入你的生活 求祂跟你同行 去幫助你 在你的生命裏面 去由祂的帶領 這個 這樣的託告呢 是奉耶穌得性的明祈禱 恭喜你 那你現在呢 已經 對神有一個認識了 不要停留 在這個階段 繼續去尋求 相信只是一個認識神的開始 歡迎你繼續去尋求和神的關係 亦都回到這個破碎的世界裏面 去分享更加多的人聽 亦都呢 去避免更加多 避免了神的人 透過這個工具 去分享神的故事 神的大能 以及拯救 不知道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有沒有向你身邊的人傳說福音呢 這個簡單的用具 你可以思考一下身邊的基督徒朋友 有哪些仍然是未懂得去說呢 或者有些未信的基督未信的朋友 仍然是很有困擾的 很刺激的 亦都可以透過這個工具 去跟他們傳福音 希望這個簡單的分享可以幫助你們 拜拜